我一直期待 有一天可以跟這個人一起上節目 我就要把他教訓回來 因為這個人真的惹到我了 好 OK 有一次呢 我就出現在一個夜店 我跟我朋友去夜店 我就躲在角落 我跟我朋友在聊天 男生兩個在聊天 結果突然就有人走過來 我先不講他是誰 譬如說假設這個人叫做小明 小明好啦 隨便小明 OK 他就這樣過來 他就說 虎哥 我就嚇一跳 因為這個人我知道他是誰 可是問題是你這是什麼態度 他當下看起來也沒有喝醉 他就說 我就是那個某某團體的小明 他就這樣跑過來 他說 他就嗆他團體 然後嗆他自己的名字 他說我就是某某團體的小明 我就走掉 他就這樣 叫默默這樣飄到旁邊 過了兩秒的時候他又再回來 你到底知道他是誰 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因為當下 因為他其實講 他在第一開始很兇 問了我知道他是誰的時候 我當下原本就想要打他了 因為那個態度就是來挑釁 你懂我意思嗎 喝醉嗎 就是喝醉了嘛 好 OK 你就以為他喝醉對不對 那這件事就 後來他就走掉 那我想說我也是火 因為你喝醉我也是火 你懂我意思嗎 後來就是反正他的一個朋友 就過來 我就說你那個朋友是喝醉嗎 還是怎麼樣 就跑過來 我就把這個故事形容一次給他聽 他就說不會啊 不會 他應該是喝醉 他平常人不是這個樣子 他說我等一下去跟他講一下就好 我說你不要講 因為我萬一他真的是喝醉 你講的只是更麻煩而已 就 好啦 他那個人就走掉 走到之後其實我就有點太開心 想說今天出來被人家嗆 算了 我就在那邊繼續跟我朋友 兩個人喝酒聊天 結果再過個30秒他就過來 是誰啊 他說 虎哥 我沒有嗆你啊 我很喜歡你啊 我是那個什麼什麼團體的小名 他就這樣你知道嗎 當下我就真的已經就是覺得說 現在到底是要怎麼樣 現在是要找我麻煩還是什麼 因為他的那個朋友也在旁邊 這樣嘻嘻哈 嘻嘻哈哈 剛剛中間那個朋友 他在旁邊嘻嘻哈也沒有要拉的意思 那我心裡想說那現在就算來找茶囉 但是因為後來我的別的朋友說 算了算了 夜店不要鬧事 大家都認識 對 藝人都不要 對 我說那我走 可以吧 我走 我被罵 我還要窩囊的走 我去坐電梯 我到了電梯口 還要等電梯 還說電梯怎麼還不來 這個時候你就看到那個人 要嗆我那個人 他要出來 他要出來 我就很快要被他罵 因為我跟他自己知道 如果他在罵我一盡 我有可能李智先生會斷掉我會失控 那我就會鬧事 所以我就一定要躲好 我想說他來我趕快躲起來 不然我等一下跟他吵架 我就很窩囊自己躲起來 好 他就坐電梯下去 那這件事就沒了對不對 通常他去他就去唱歌嘛 那我想說 我朋友有訂個包廂 那我們就去唱歌吧 結果就到了那個錢櫃包廂 包廂門一踹開 砰 進去他在裡面 哇 虎哥 後來我就真的很理智 我就跟他旁邊那個人說 請問一下這是你的包廂 還是我們的包廂 因為如果是你們的包廂我走 如果是我們包廂的話 那麻煩請你們離開一下 這件事就過 可是這件事我記到現在 因為隔天你也沒有收到 這個人的一些道歉 他就喝醉啦 他有可能完全不記得 好 為什麼我要對 來... 怎麼跟我一起做 來... 等一下 先聽我說 這個人其實 這個人其實就是臭名遠播 OK 等一下很多故事 他可能不一定都是弄到我 好 譬如說 有 我也有一個 好 也是唱 妳講 但甜甜應該知道 等一下 這樣子 不就等於把這個人講出來了 沒有啦 我是聽別的一個長輩講 他就說 那個男生呢 他就是比如說他們有一次 好像是一個記者會 就是一個節目的記者會 他就是朋友的身分出席 進去裡面就做了很多那種 比較資深的藝人 他進去就直接這樣 很轉很轉的就走進去 一個都沒有打招呼這樣 他就這樣來來回回走了很多次 就是眼睛瞎了 我都看不到 就看不到這些資深的藝人 一個都沒有叫 後來那個長輩就說 你來 你叫什麼名字 他就說 我是什麼什麼團體的小名這樣 小心... 我可以把你講出來 我可以把你講出來 我是什麼什麼團體的小名 他就說 你看到那麼多前輩你都不打招呼 他就說 你好 就是很沒禮貌的一個人 這個人就是有一點大頭症怎麼說呢 我會有一個女生朋友跟他去唱歌 我這個女生朋友覺得他長得蠻帥的 帥OK 跟他唱歌就去 我也覺得OK 那個朋友跟我講 妳是說他是帥的 他長得其實不差 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某某團體的小名 對 某某團體 這個來頭很大 嗆得我六次 我真的不知道 好 於是我這個女生朋友跟他去唱歌 他也有帶另外一個女生朋友 也就是一男兩女 假設是這樣OK 我這個朋友跟他那個朋友兩個就在聊天 他在唱歌 他就突然就是看到他們兩個在聊天 就摔麥克風 跟我這個女生朋友講說 我們在一起聊天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人的個性已經從這種小小的事情 就知道他大概是什麼樣子 一個類型的人 包括他現在去上很多節目 然後 一些工作態度 大家都有 大家回來都會講說他是一個 很... 很莫名其妙的一個人 那為什麼他都一直嗆團體 他的團體是很大 很特別 需要我們去 他的團體很特別 蠻大 真的很特別 好了 不能再講了